三國茶館 歡迎來到三國茶館 我是說書人劉玉 今天要說的這位大人物可說是三國的起源 沒有他就沒有三國 沒有他就沒有三國茶館 讓我用感恩的心介紹這位 是一部大賢良師張角 小說三國演藝中的張角 是個前途茫茫的困苦秀才 有一天上山採藥 遇到一個老人 好啦大家都知道這不是老人 這是南華老仙 他給了張角三卷添書 對張角說這是太平要術 你拿去用來捕救世人吧 如果你有異心 以後必有惡報 我看小說的第一個感想是 欸這個仙人好隨便啊 在張良的故事中人家皇室老人 還會用穿鞋啦用約會啦 來考驗張良 這就是實際寫歷史故事厲害的地方 我之前說過 光是這個考驗的過程 老人就已經在教張良病法了 結果張角遇到的這個南華老仙 什麼測驗都沒有 直接把天書給了張角 好吧 可能是張角天賦異稟吧 小說中張角認真修習太平要術 字號太平道人 後來他學會呼風喚雨 用浮水治百病 字號大賢良師 等到他的信徒越來越多 又字號為天公將軍 這個很像遊戲中主角在練功 設定非常說到 當張角一步一步擁有廣大信眾 他就開始想要推翻東漢政府了 看過以上小說情節 那歷史中是怎麼一回事呢 張角最初信奉皇帝老子學說 自己也有收弟子 他用符水替人治病頗有其效 於是他的信眾越來越多 我們可以看到 張角原本就屬於道教信仰 他當然沒有妖術 重點是他能治病 人們看病有效才會相信他 所以我會把真實的張角 想像成一位聰明的醫生 在2020年的今天 我們都認識到人類有時候就是這麼渺小 面對細菌跟心形的病毒 我們是無能為力的 如果現在有一位師父 真的可以治白病 齁齁齁 相信全世界都會變成他的信徒 再回到東漢末年 看看張角擁有大批信眾也就不奇怪了 雖然不知道當時流行什麼疾病 但張角很可能真的懂一點醫藥知識 而且後漢書說張角最初是以 善道教化天下 他傳播的是勸人向善的思想 他做的行為是替人治病 這在人們眼中就是神仙啊 難怪張角是一副這麼受歡迎 接下來就跟小說講的一樣 張角發現自己擁有力量 當時東漢政府又腐敗 他決定要來做大事 張角讓八名弟子到處傳教 十幾年來擁有數十萬信眾 連結各個郡國 全國有八州 都有大批張角的信徒 不過信眾這麼多怎麼管理呢 張角設置了三十六方 一方大約是一萬人上下 有一個將軍統管 在眾多將軍中設置神上使 比如說大家熟悉的名字 張曼城 他就是神上使 地位比較高 位階最高的 當然就是天公將軍張角 地公將軍張良 人公將軍張寶 三位領袖帶領三十六陸軍隊 推測張角當時有將近百萬粉絲 實際想念起兵的則有三十幾萬人 這規模非常驚人 但怎麼起兵失敗了呢? 這次起兵的關鍵人物是馬元毅 他是招收了數萬人的大方 而且能夠自由出入京城 他聯絡終常市 說好在三月五日內外起兵 然而這時候出現了一個被刺宅 張角的弟子唐舟 上書朝廷 把起義的事情全部說了出來 可憐的馬元毅立刻被處死 原本說好三月起兵 那時候才二月 但張角只能硬著頭皮幹下去 他立刻派人日夜趕入 聯絡各路首領舉兵 史書描寫說 天下響應 近視震動 我們可以看到 張角的統帥跟應變能力不差 倡促行事還能有這樣的成果 這不容易啊 因為張角自稱黃天 當時他們起兵 人人帶著黃金 在官府眼中 就成了黃金賊 這就是東漢末年 最大的一次民變動亂 黃金之亂 關於黃金軍在各地交戰的經過 不是這一回的重點 之後有相關主題再說 我在這邊想討論的是 張角為什麼能擁有這麼多粉絲呢? 不要小看這個百萬教主 當時沒有網路 不能用影片傳教 只能口耳相傳 要讓這麼多人相信你 而且讓人們願意走出家門戰鬥 張角是什麼做到的呢? 我想主要有三大原因 首先是明確的口號 喊出了人民的聲音 一個概念要成功傳達出去 文案很重要 張角下的文案相當漂亮 由於東漢末年政局腐敗 黃帝根本不管人民死活 只顧著收稅賣官來充實國庫 人們已經過很久的苦日子 在這之前也有一些小規模的民變 但成不了大事 張角的口號就是告訴大家說 時候到了 讓我黃天來拯救天下百姓吧 這一年就是甲子年 張角的信徒有多狂呢? 他們在各個門板上寫下甲子兩個字 連官府的門上也造寫不悟喔 這就是一個把貼文按讚分享轉載的概念 到處都可以看到甲子的記號 一邊擴大聲勢 一邊也讓信眾更有凝聚力 等教主一聲令下 大家就挺身而戰 第二個原因 這大概是張角自己也沒有料到的 官府竟然幫了他一把 上一點說到 這些信徒這麼狂到處寫甲子 你可能會想 官府難道不管他們嗎? 事實上 早就有人上書說張角信眾太多 應該要注意 但皇帝完全不當一回事 唉,在一個黑暗的時代 從中央到地方都是腐爛的 地方官府甚至說 張角用善道教化人心也是好事 當時有許多人變賣家產 去依附張角的太平道 在朝聖途中 就不幸病死的人成千上萬 俊仙卻還想說這個張角會治病 得人心也沒什麼關係 看到這邊 我們也更看清楚黃金之亂的本質 雖然這是一場宗教形式的明變 但太平道只是個外皮 張角真正喚起的是人心的共鳴 這個國家爛透了 跟著大賢糧師 讓我們開創新的時代吧 最扯的是 官府很晚才發現 張角要搞革命 還曾經誇獎過他 簡直就像用官方媒體 幫張角下廣告 讓張角人氣越來越高 這淪陷的官媒 真是讓人哭笑不得 最後一點 黃金風潮 領先時代 果然簡單就是最好的流行 當黃金起義 開始要打仗了 可是他們沒有一套統一的制服 怎麼辦呢 太平道這個點子很了不起 張角是黃天嘛 那每個人家中都有黃色的布吧 只要佩戴在頭上 這就是我們的制服 別小看黃金帶來的凝聚力 因為當時心中非常非常多 一個黃金沒什麼 十個黃金沒什麼 但十萬黃金殺過來 他身世非常可怕阿 我自己也喜歡看棒球 在棒球場上 兩萬人的聲音就已經很驚人了 想像一下 十萬黃金 戰哥炒起來 菜刀揮起來 這個誰擋得住阿 黃金起義出期 迅速席捲各州郡 倒不是說他們一路打勝仗 而是地方官府 根本不敢打 很多小官直接器官逃命 人就是一種會看風向的生物 原本還在猶豫的 看到黃金大軍這麼猛 自然也会响应起兵 以上三点就是张角能够快速传教 能够掀起这波黄色力量的原因 说完了张角教措的魅力 让我们来看看黄金之乱的结局 说来凄两 张角这次起义规模这么大 感觉会打上很久 其实并没有 他很快就被平定下来 二月举兵 到了十月 我们的大贤粮食就不幸过失了 中间的过程整理流下 二月黄金之乱爆发 张曼城先攻占南洋的晚城 六月城破被斩杀 玉州的将领波才 则是被皇府中击破斩杀 值得一提的是 当时曹操刚起兵 也有参加这场战事 十月张角先过世 张良并败战死 十一月张宝也败战恶死 当张角张良张宝都挂了 黄金起义等于已经炫告失败 虽然说各地都还有军队 但只是一盘散杀 说起来 这次起义失败倒也不意外 首先是仓促起兵 让张角陷入被动的局势 本来想要内外加工 结果反而被官兵各个击破 不过这真的是因为 一个告密者破坏了全盘计划吗 不 我觉得张角的计划 实在不够谨慎 就像前面说过的 这些信众以甲子为记号 但这已经不算暗号了 全世界都知道 你们要在甲子年起兵啊 那时东汉政府实在太过暗弱 不然根本不需要告密仔 当时张角拥有广大粉丝 早就该把这个师傅抓起来烧死了 而张角也没察觉这些隐忧 只能说他有号召人群的智慧与魅力 但没有筹划大局的谋略能力 后来开始打仗后 各个州军的黄金也毫无战术可言 毕竟里面有一大半都是平民老百姓 人数再多却没有战斗力 日后的黄金与党 也就变成各路英雄练功的最好关卡 顺带一提 陈远志跟邓茂是虚构人物 三国演义创作了很多黄金首领 因为新手练功需要一些杂鱼嘛 关于展陈远志 张飞刺食登茂 反而让很多人记住了这两个名字 黄金的败王 最后还有一个最讽刺的地方 当时黄斧中攻破张梁 砍了张梁之后 才发现张角已经先病死了 没错 病死的 以腹水治病的大贤良师 竟然病死了 这让信徒情何以看啊 据说当年张角治病时 他会先叫病人反省过错 悔悟了之前犯下的错 再喝下腹水 张角这话术也是厉害 他对病人说 你要全心相信我 你的病才会好 如果是久病的人 真的治好了 当然会觉得这是奇迹啊 我以后只信张角师傅了 那如果病没好呢 很简单嘛 你的诚意不够 当然不会好啊 好 话都给你说 但张角师傅 你最后病死了 这该怎么说呢 我提出另一个角度的思考 说不定张角是战死的 官方故意说他病死 这样可以打击黄金的士气 哈哈 你们师傅病死了 哈哈 他自己信仰不前程 这个成熟想象 开玩笑啦 在说出人心中 我还是非常佩服张角 当然这绝对不是推崇战争 张角的黄金之乱 掀开了乱世的序幕 战乱是残酷的 但那也是东汉朝廷无能 才造成的结果 尽管曹操、刘备都是 讨伐黄金起家 他们与黄金为敌 但我想数十年后 他们心里也会佩服张角 这位师傅走在时代的最前端 或许就是走得太前面了 他还没真正准备好 苍天没有变成黄天 大地依然是一片黑暗 但就在这片黑暗中 后来有许多英雄绽放光芒 如果没有张角 怎么会有曹操、刘备、瞬间呢? 怎么会有说出人刘豫呢? 又怎么会有这本书呢? 转得有过瘾 没错 柳玉出书啦 新师不上市 自己的业费自己来 说出人用26则三国人物的生存故事 让你看懂职场黑暗面 看清人性与成败 完全造稿面 到底是不是自己的书啊? 这个插图一看就知道是我的书啦 你俩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再介绍一次 好,这边认真说一下 这本书不只是讲三国 还有很多我自己经验跟想法的分享 如果你喜欢我说书时的历史阶读 说历史跟人性的对照 那你一定会喜欢这本书 如果你是平常不太买书的人 那我告诉你 就是这本了 2020年最好的三国书就是... 诶,话不能说太满 因为说不定我还会再出另外一本 好,关于这本书的更多资讯 请看影片下方的说明文字 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 别忘了按赞、订阅、加分享 打开小铃铛 接收所有通知 你也可以在Facebook搜寻 说书人刘裕 收看更多故事 当然,还可以支持一下我的新宿 你的支持就是我继续创作最大的动力 我是说书人刘裕 我们下次影片见